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 馬上來歡迎 我們的帥哥藝術團 再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各位來賓 首先要恭喜我們的 森白色二人組 來歡迎他們 出新專輯 新單曲 現在目前是數位發行 那我們發行到年底之後 會把它合成一張實體專輯發行 實體化 你們兩個這樣合作都有 我們在一起二十年了 在一起二十幾年啊 對 二十年 然後發片十六年了 那真的是 快快超越我 好啦 恭喜了 歡迎 恭喜 好啦 現在我們要談談這 有時候我們這個疾病找上門 那有的人輕輕鬆鬆就沒有事了 但有些人不懂 這個整個的治療過程狀況一大堆 到底為什麼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好 第一個呢 身體愛長怪東西 體質問題長不停 我自己就本身很容易長一些 有的沒有的 看不到啊 看不到 但都長在裡面啊 都長在身體裡面 譬如說 像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自己會洗澡 那時候就希望自己胸部感到 自己會洗澡 誰要在自己會自己洗澡啊 不是... 洗澡的時候自己就會檢查 然後那時候就檢查到 胸部有那個纖維囊腫 然後我還割了兩次 割了兩次之後呢 我的身體就開始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那時候開始發育 然後全身開始長 有的沒有的 像我身體也很容易長那個 脂肪流 脂肪 纖維流 毛囊腫瘤 就是只要有毛囊的地方 都會有腫瘤 那妳全身都是毛囊啊 對 所以我腋下的地方 毛囊最多的地方 都有長 然後我這邊 後背的地方也都有長 腰後背的地方 還有胯下的地方也有長 其實外觀看不太出來 可是呢 我這邊有一個露割的 我之前去割了好幾顆 因為都長在這邊 我們那時候穿短袖的嘛 都會露出來 然後它就會凸出來一顆一顆 會凸 我覺得很難看 看得到 就表面看得到 對 越長越大顆 然後我也有甲狀腺結結 也是腫瘤嘛 對 然後那個子宮肌瘤 所以我全身上下都很多 這就妳本身的個人的基因的問題 對 這是體質 我問過 體質嗎 我問過醫生 我說為什麼會一直這樣長 他說沒辦法 他說你的體質就是這樣 它就是會一直長不停 我跟你講 我身上也是很多脂肪瘤 我剛剛後台給它捏了一下 捏了很大顆耶 對 很大顆 我那時候背上長了一顆 我跟你講 拿掉跟雞蛋一樣那麼大 這麼大 對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 我老婆在花紅飛嘛 然後我身上不在 我就去做手術啊 我就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真的假的嗎 我女朋友回來了 我當來我女朋友 我就拿給他看 我說我背上那一顆 因為他也知道我背上有一顆 我說拿掉那麼大一顆 然後我身上就 我大概十八歲開始都沒有啊 十八歲以後 陸陸續就長了很多脂肪瘤 所以你家現在很多收藏你身體 是嗎 我又標 這個在左腋下 這個在左肩 幾月幾號 幾月幾號 我還有蟹竹 割完脂肪瘤 它又長肉流出來 突然要去打那個肌肉萎縮 要把它打平 那大嫂會嫁給你 真的是 好 你敢去嗎 脂肪瘤的時候 跟你的血脂過高那些有關係 但是我想乃哥好像把自己維持得還不錯 對 我抗壓性很強 要不然以前被他搞那些 我要早就垮 其實什麼樣的腫瘤 真的需要說去手術 一般來講 當然第一個就是懷疑是惡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他已經造成你的症狀 比如說乃哥他背部很大 你已經壓到 造成你腰痠背痛 第三個或者是造成你的外觀 比如說你手一伸出來 跟人家握手 手臂整個坑坑巴巴不好看 好像玉米粒 大概是這幾個原因的話 我們會說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那可以去開 那當然是不是一個緊急的狀況 那個我一個40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一個職業的一個 貨運的一個駕駛 那可能是工作壓力吧 全身也很容易長那種 所謂的皮脂腺瘤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那種 沒有發炎的青春痘 之前他的經驗就是 有時候發炎得很厲害的時候 醫生會去幫他做一個 切開引流的一個動作 有一次就到我的門診 然後他就說他屁股好痛 就是在右邊的臀部那個大腿肉上面一個 我們像台語講的像 切丁 然後光臨性組織炎 那很多人覺得說 反正你有這個東西 醫生就是盡快處理就好 所以他會希望說 我趕快要幫他切開引流 但是因為實際上 這個東西還沒有熟的時候 不能去切 我就跟他說 我幫你打針 我給你這個口服藥 請你大概兩天後再回診 結果走了的時候 那個是我的下午診 但是在晚上大概差不多十一點的時候 他就到急診 而且是休課被送到急診 他後來覺得是我嫌麻煩 病人多在等我嫌麻煩 不幫他做這個處理 結果後來他就去他家附近的診所 然後就要求人家給他畫 然後真的畫下去之後 就變成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會我們常常講 你不要太早去切他的原因 是因為所有的手就是 你的這個地方在發炎的時候 然後旁邊的白血球跟纖維母細胞 會把他纖維細胞 會慢慢把這一個發炎的東西圍起來 圍起來的時候 中間就變一個戰場 這個白血球跟細菌 跟病原體在裡面打戰 然後一大堆屍體就變成膿這樣子 那這時候你去把他切開引流的時候 他旁邊已經圍一圈保護的一個屏障 所以他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是當他還沒有熟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沒圍起來 細菌他有一些毒素在那邊 而且白血球在打戰的時候 也有一些發炎的一些戒指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圍起來的時候 他直接戳下去 那些東西就直接流到全身 他可以隨意血液循環 直接到全身 所以可以直接 這麼小的事情 就變敗血性休克 也在加護病房住了兩天 然後整個血壓穩定了什麼 才出來這樣 那除了容易長的 除了壓力以外 他還是要提醒就是說 如果有糖尿病 或者是有V肝的這種 肝腎疾病的病人 其實也很容易身上長一顆兩顆這種東西 假如說你本來都不知道 你有什麼潛在疾病 但是有這些長來長去的 一些奇怪的腫瘤 可能有時候要去查一下 還有沒有後續的一個問題 我們小周在鄉下 看到沒事就貼了黑狗 黑狗膏 有沒有一小顆一小貼的 以前人很容易長很奇怪很髒 為什麼 以前的環境髒 所以很容易長一粒一粒的 而且他擠得出來都很像濃 不是他不能擠 他一定要貼到他熟了以後 他才能行 就像陳醫師講 要不然他很容易感染 所以要告訴大家 有任何的這些東西 千萬不要亂弄他 剛剛大家講很多這種 良性的腫瘤 比如說像乳房其實也很會長 那最常見就是剛剛亞蘭解說 一些像纖維囊腫 或是纖維瘤 那如果我現在要講這個瘤 就是很特別 就是我們開了 他就會在同一個地方再長出來 那所以我這個案例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性 那他就是左邊 因為乳房目道有一個腫塊 然後有慢慢變大 那他就來悶診 那有時候我們要 我就看這個腫瘤怪怪的 就先幫他做個切片 那切片完就發現 這個叫做 那這種葉狀肉瘤 其實他跟這個纖維瘤 有時候很難去區分 很難分辨 對 很難分辨 所以有時候大部分我們 有時候我們醫生沒有開刀下來 或沒有切片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纖維瘤還是葉狀肉瘤 如果是纖維瘤的話 其實你就半年後 或是一年後再追蹤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這種葉狀肉瘤 那他的特性 就是他 就可能本來一小顆 然後可能過兩三個月之後 他就突然又大一倍 那我看過最誇張的 有到這麼大 就像個籃球 幾乎像籃球這麼大 就整個會變 所以這種有可能會變惡性的這種瘤 而且又會大到整個乳房會變形的 這種我們就會建議要開刀 那所以後來這個三十幾歲的 這個女性病患 那他我們切片 就發現葉狀肉 那我就跟他說這個要開刀 那就開刀 這種瘤的特性 就是你開完刀之後 就你已經開乾淨了 然後他有百分之十幾 到二十幾Percent的病人 他還會在同一個地方再長出來 對 所以這個病人他開完刀 回去好好 結果過兩三月 他又摸到一個 又在同一個地方又摸到一顆 一個硬塊 對 又摸到一個硬塊 所以後來這個 又差不多看起來很像 這個要再開 後來這個病人 他前前後後總共開了四次 就大概在一年多天開了四次 就在幾乎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是越切越搭 那就是開了四次 都同樣是葉狀肉流 不過還好是他還沒有變惡性 我們就開刀拿掉 可是他雖然開了四次 可是到現在 他又再過了一兩年 就沒有再長出來 每一個人體質 真的是沒有辦法 真的 我也是同一個地方 開了兩次 不然我現在應該是F罩杯 就這樣 這麼小 是 那像我們講這種 體質會反覆長東西的 其實滿可憐 那有些找得到原因 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我們可以不要講可憐嗎 反正好不好 可憐 因為醫師都會講說 我們也不願意 辛苦 辛苦 那醫師都會講說 這個是體質問題 但是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是這樣子的體質 那我記得之前就是 有一段時間 有兩個年輕的女生 那他們來的話 都是外因長病毒油 病毒油就是俗稱 菜花 那這種油的話 其實就是人類乳塗病毒 造成的是一個感染症 一般我們在處理上的話 會先用藥膏治療 看看它能不能消掉 那如果消掉當然最好 那兩位很不巧 就是他們都用了藥膏 結果都沒有消 外因部都還是會有凸凸的 而且會癢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那這樣的狀況下 可能要手術電燒治療 對 把這個油給電燒掉 那術後回診的話 有一位就完全都沒有事情 我就把它開藥膏 避免它再復發 再讓它擦兩個禮拜 那另外一位就很奇怪 隔週回來的時候 他說 李醫師 你到底有沒有 幫我燒乾淨 底下又有點癢癢的這樣子 結果在燒的那個位置 又有新生 要發出來的地方這樣子 我說好像又有 快要長出來的那個樣子 你也是一樣 拿藥膏回去擦 看看它能不能消下去 隔了兩週再回來 就在原本燒的那個位置 又長出來了 他說 李醫師 這個藥膏 到底有沒有問題這樣子 你要不要換一種藥膏 我們試試看 還是說你當時真的沒燒乾淨 就這樣子折騰了這樣兩三個月 它原本燒的位置 全部都再長回來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 因為一般來講 治療至少會有部分的效果 對他來講幾乎沒有效果 我說你是不是體質 跟人家不太一樣 你的免疫力是不是比較差 他才跟我講說 李醫師 我有 紅斑性狼瘡 紅斑性狼瘡是一種 自體免疫疾病 那有這種自體免疫疾病的時候 免疫力是過高 但是實際上 它的免疫系統是有缺陷的 是 所以我們得到這種 病毒油是病毒的感染 它因為免疫系統有缺陷 所以它的免疫系統 沒有辦法把這個病毒 給消滅掉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每一次治療 每一次治療的過程中 它病毒再發的時候 這個病毒油又會再出現 這就是沒有辦法 一人一款病 對不對 他就碰到這個 太心聲了